游客到了日月潭游湖 卻抱怨说被停车场的业者敲竹杠 这名游客投诉说 一家大小三大一小来到了私人停车场 遇上了业者说单纯停车只要100元 但是呢要是购买每个人的150元船票 就可以免费停车 因此一家人总共付了500元 但是没有想到到了湖边才发现 多家的船公司因为疫情的关系 早就把船票的票价呢降为了一人50元 要是买票跟停车分开来计算的话 最多只需要付到300元 游客回到了停车场理论 业者才改口说这个停车费是计时的 让游客很不满认为根本是被敲竹杠了 日月潭风光明媚 不少人来这首选游湖 不过却有游客上网抱怨 自己车停依达少国小旁私人停车场 顺便买个船票竟然就被店家敲竹杠 船票他们就写说150 那跟之前我买票其实好像是差不多的 到现场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怎么大家都是什么 游湖只要50元 游客气氛表示 自己到了这家停车场 询问各项价钱 老板娘说单纯停车100元 购票游湖每人150元 孩子50元就能免费停车 自己为求方便花了500元 但大楼码头才惊觉 多家全公司因为疫情降价求售 游湖门票一人只要50元 算一算四人门票加上100元停车费 总共只需要300元 投诉人回程后询问老板娘 才得到回复说 停车是以小时计费 等于停车两个多小时 要价300元让游客无法接受 直于自己被当成盘子 这个资讯不对称就有点被收骗了 可是你愿意跟他买 你就是可能要心理准备 因为毕竟这是观光地区啊 听一听觉得不对 然后我就拒绝了 你觉得合理价位大概是多少 大概就是停 停一次100元这样吧 实际来到停车场 老板低调不愿受访 但停车100元是计次还是计时 业者若不说清楚 的确容易产生误解 若发生消费纠纷 也能采用录影录音的方式 向消保会或消机会来投诉 下次到观光圣地 游客眼睛还得知大点 再三沟通确认 以免吃了闷亏 坏了出游好心情 这次是神兰的报道